《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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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塔西亚,来自俄罗斯 升别的宝,现在在 金德成陶瓷大学读博士 我相信我上辈子在中国 所以这辈子我出生了在俄罗斯 但是我还是有记忆 这个记忆,所以我还是 对东方的文化感兴趣 在金德成,虽然 我们说不一样的语言 包括金德成有自己的 金德成本地化 我们还是有一个 一样的语言,就是陶瓷 我的作品是有不一样的 系列,比如说刚来的时候 我喜欢用清华料 这个时候我想一想 陶瓷的特丝 哪里?陶瓷 会保留记忆 对,memory 然后我想一想 我想十年前画的作品 再画在陶瓷上面 这个是让我感受时间 因为已经十年过了,我变了 还有我坐在陶瓷上面的时候 它还会存在那么多年 这个感觉是真的很特别 我用符号 可以说我用对我重要的符号 一个是火,一个是云跟风 还有一个是窗户 窗户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符号 因为从小的时候 我最喜欢在窗户旁边看外面 对我来说窗户是跟眼镜一样的 你创作的时候放什么能量 放什么记忆 放什么意义 它都存在在你的作品里面 你放多少它就是多少 在那边 然后别人会看也会感受得到 做的时候每个我的作品 有自己的灵魂 有自己的我放在它里面的感觉 我不喜欢有人说你是外国人你是哪里来 因为三年在老校住的时候 我们都认识 我就买包子跟那边的老板聊天 跟这里的人聊天 跟那边的人打招呼 我感觉是我们都已经这里的人 而且没有人就是看你 三年以后在那边非常快乐 幸运很好 你们早饭吃了吗 简单身给我好的机会 从生活中学习传统的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的文化的根很深 目前的历史那么长 这个很厉害 你们都现在语言也是你的母语 古文你也可以学习 这个我觉得是特别重要 因为我相信是有传统的文化的根 所以有这个能量 在简单身有空的话 也是喜欢跟大自然近一点 因为在大自然可以感受得到很多能量 然后再继续创作 因为我喜欢两个文化 我喜欢中国文化 也喜欢我的家乡的文化 我就感觉我在重点 所以我希望是有一个好的机会 就是做这样子的交流 我毕业以后 想做文化交流的工作 我喜欢我的家乡的文化 也喜欢中国文化 我希望我的存在 能让这两种文化更好的交流 而真的随anov 我喜欢我的想法 也喜欢我的想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